謝偉俊議員 有關於法牌的進度 一直非常關心和支持他這個法牌活動 希望這樣不會令到梁國康議員說我應該都被職投票 第二,主席,我們都是非常支持香港 無論在電視是多些選擇 又或者是一個經濟上的自由 這個都是我慣常很多時候都說的一個議題 但是主席,開宗明議 第二,今次這個事件都不用審 大家都有一個forgone conclusion,有個結論 就是政府是錯錯錯 其他很多同事都說了很多政府錯的地方 我不需要再重複 我只是說一件事是沒得爭的 所以政府不知道是選擇還是錯誤地 所以就將那個決定在本年的10月15號公佈 10月16號就是本會一個大會 有個辯論就是關於行政長官不信任動議 10月17號就是一個答問大會 10月27號就是一個京視拍的補選 我覺得如果任何有政治智慧的官員 沒有說特首 都不會在這個時候選擇這些日子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也不需要多說 我想這件事突顯了這個政府是完全不濟的 就算連一些事先沒有通報 沒有做PR 沒有做期望的管理 沒有通知自己人 沒有單一聲會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令大家措手不及 這些是甚麼的政府所謂 甚麼的特首所謂 主席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是政府錯 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是否要花 多些時間 多些錢 多些我們大家開會的時間 去做這樣的P&P呢 大家記得上一屆我曾經都歷患狂難 曾經想阻止這個甘乃威的P&P 理由就是因為有原告就沒有被告 對不起有被告沒有原告才對 我經常撈亂 同樣道理呢 這次我們有一件命案 但是沒有屍體 主要因為這次呢 如果我們現在要一個所謂的P&P 拿的文件 拿的局部文件 恐怕只會是一個核子摸象式的文件 如果完全沒有機會看到行會 所謂deliberations 他們在那裡怎樣商討 基於一些原始的數據 原始的建議 而作出些甚麼的討論 甚麼的辯論 最後甚麼的原因 有了甚麼決定 這樣的話呢 這個完全是沒有屍體的命案 我們只可以靠一些所謂的環境去證供 又或者之前吃過那些甚麼呀 穿過那些甚麼衣服 去了解一下甚麼死因 沒有一個屍體 我們完全不能夠確定 最後真正的死因 而大家都知道 死的人真的死了 有命案在那裡 那麼我們會否需要這樣做呢 主席 我很同意剛才石禮議員所說 我們現在是應該向前走 是找一個處理方法的時候 無論在議會內 甚至在議會內更加辛苦的 就是支持這個方案的朋友們 他們的期望呢 其實可以說是在絕望中 希望查些死因 但是我相信他們更加需要的 是一個很正面的向前走的結論 就是我們能夠可以做某幾件事 我嘗試一下 表釋一下 一 最起碼特首 加上負責的官員 一定要向大家道歉 因為這一次的處理事件 是非常之非常之錯和不濟 第二 是一定要馬上檢討這個發牌政策 無論我們轉頭會有的辯論也好 政府主動找一些比較有公信力 熟悉行業的人去處理也好 馬上檢討 究竟是否應該再發牌 是否應該取消某些機構的牌 三 是否應該用資源去幫助失業的員工 特別在有關行業裏面的各行業的員工 是需要幫助他們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四 正如某個機構的主席 都在公開說 政府一向給很少錢很少資源 去資助創意工業 那是否我們正正有機會 好好做一些事情 多些人,多些錢,多些機制 讓我們去申請,可以多些員工 去灰返香港以前的輝煌的創作日子 五 九七前我們沿用了一個行會機制 經過十六年的測試之後 有沒有需要去改善、更改 這個轉頭我會用多一點時間講講 因為今次我們來來去爭議的就是 所謂的保密制度 或者集體負責制 就是大家都很厭煩聽這兩個名詞 這兩個名詞,講來講去都不切實際 而是根本,包括梁振英本人 從來都不守這個保密制 九七前大家都知道怎樣 上一任政府大家都知道怎樣 他作為行會的召善,大家知道怎樣 何必用這個制度來用一個掩眼法的機制呢 大大方方,該改的就改,該撤銷就撤銷 這個只是向前行的方法 主席第六 如果做了所有事 由於我們的領導人 本身個人的誠信 品格,用人的方式 處理善良的不濟 導致整個總部 整個行會 甚至整個政府 甚至全港都要受害的話 是時候換人,要再想 至於我剛才講,我們的行會制度 九七前我們是一個殖民地的機制 因為當時的中主角對香港還是很多關於 無論在軍事上,在外交上的考慮 他們需要一些保密 保密的主人只是在英國的政府 又或者甚至香港,他們自己很穩定 在香港,無論是馬會主席也好 匯豐、大亨也好 都是一些很信德國 大家都知道他們中心在哪個方向 九七之後 香港現在不是一個殖民地 但也不是一個中主角 不是一個自己有自己 有外交、有國防 考慮因素的一個政府 大部分的問題都是民生的議題 這個情況之下,除了比較少部分的範圍 例如說一些聯繫匯率 又或者一些重要的商業元素之外 基本上不應該太多的秘密 是需要收收起來 要幾個人三民門決定 大部分議題都可以 基於一些比較陽光的政策 經過一些諮詢之後 經過一些專家的建議之後 作出決定,是可以大大方方示人 這個才是我們的方向 那這一方面 當然我們現在未有這個 相對健康的做法 問題就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是怎樣呢 是否應該我們馬上把整件事 叫開去看看什麼事呢 無論是 好像我們的同事 今天很多時間 昨天都是爭論的 究竟是應該用P&P 還是用JR 即是執法覆核呢 其實分別都真的不大 都真的想驗屍 只不過驗屍的方法就是 如果用P&P 可能一班 或者整車的師傅也好 技工也好 看看車有沒有壞 如果是用JR 可能找一個比較厲害的 或者細心一點的一個工程師 他嫌有車有沒有壞 基本上都是看看有沒有壞到 壞在哪裏 但是對於這件事是完全於是無補 因為我之前講的 我剛才開宗明儀所說 這件事不用檢查 政府都已經壞了 問題是壞多少 那情況之下呢 我們覺得現在當然這個P&P 是很初步的 只是拿一些東西 拿一些不拿一些東西 根本對於查這件事的真相 是完全無補於是 不過當然有說法就是 這個只是一個開部禮 正如寫理員所說 梁美芬可能已經 預計十部之後 就會一樣有這個P&P 整個一個所謂的聆訊 這個當然大家都可以猜 大家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意見 不過總的來說 無論是拿文件也好 或者為了這件事再爭議也好 或者甚至更加傻的 是要開一個聆訊也好 恐怕都只是仍然停留在 哪個錯 發生什麼事 但是完全沒有幫到 我們在外邊等著 我們的答案的人 沒有幫到各區的市民 特別一些家庭主婦也好 一些業餘人士也好 甚至一些長者也好 他們想要的 是多些選擇 這個當然也是我們在政策上 剛才我提過了 是需要盡快檢討 因為這麼多年來 我們這個限制性的電視廣播政策 是導致到這個 有很多氣在裡面 這次正好利用這件事 是將氣散出來 馬上望陽保露 這個才是方向 主席我都曾經是 不僅僅是和黃維基先生有接觸 我也甚至乎很主動地 參與了我們同事的要求 一個聯署希望可以有一個 發牌 給第三個機構 甚至更加多的牌 但是經過整件事 再反覆思量 特別有機會看到 恐怕我之前 時間關係沒有詳細研究 坊間有些辯論 關於有關的所謂政策 譬如說那個所謂 九八年的政策文件裡面 只是有一句 很簡單的一句 就在科技中立的新法牌制度下 本地免費電視牌照的數目 將沒有限制 這就是很多人講 九八年的政策 只有一個這麼多 跟著看回有關的申請指南 其中有一部分 葉劉淑儀已經讀過 就是關於1.3段 講這個行政長官會 和行政會議 他們在這件事上 在發牌事上 那些著情權是完全不受指南的約制 亦都不需要負責 亦都不能夠依賴這個指南裡面的 所謂條件 作為一個根據 除了這段之外 其實還有一段 那段更加清楚 在5.2段 說明這個指引是可以隨時修改 不需要理據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 我們不單是可以隨時搬個龍門 甚至是搬出大球場 搬出掃鞅,搬出全港 都在球場裡面 因為理論上它是隨時可以改 所以是不需要解釋的 這個情況之下 任何打球的人 如果是拿著這份東西 要他去申請 的確是很大很大的風險 但是打球者就懸崖 特別當如果 華為基先生 願意投資這麼多錢 這個恐怕他是需要 經過完完全全的法律諮詢之後 自己選擇去做的一個冒險 但是當然我這樣說法 我完全不是說 梁博地 是反應華為基先生 這麼多年來的努力 既然叫得摩童的話 雖然我就沒有很久去到那個級數 不過我做法律超人 都曾經試過 是從一些建制打交 希望都是用陳仲佳議員所說 那些叫做什麼 Innovative Destruction 即是用創意地去破壞 我嘗試破壞 Destructive Innovation I'm so sorry 我詞錯了它 Destructive Innovation 即是破壞性的改革 我都曾經玩過這一科 雖然當時做律師 就不需要申請牌 不過呢 停牌都是類似一個懲罰 這件事呢 玩得就遇到有風險 因為你要destructive 你要破壞性的話 你又遇到建制 多多阻攔 這個是小不念 也可能有代價要負責 我希望今次事件 吳麗基先生 是充分吸收到這樣的經驗 希望更加重要的是 政府充分吸收他們的錯誤 也希望今次事件 可以令大家進一步 甚至可以給一些壓力給政府 從我剛才所建議的各方面做一些事情 包括改革我們一個發牌的政策 我們的廣播政策 我們實際行會的政策 我覺得才是更加有意義 更加回應到市民 這麼辛苦的期望 因為他們不是千辛萬苦 只是投票 然後拿P&P 然後拿文件就算數 這只是一個過程 這次我都輕輕安慰地有份參與這個推動 令到政府都輕輕退一半步 拿一個所謂六張 其實用回馮偉光的說法 應該就是 不是六張的應該是五張紙才對 其實五張紙的聲明 也都是用不同的方法 雖然我認為不是太恰當的方法 去散了關於今次新政的原因 但是恐怕我們如果現在再在鬥爭 再浪費時間 而不走錯方向的話 恐怕我們真的幫不到市民 我們只是再一次衝擊我們現在整個社會 所以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 都能夠給一點點反思 而我經過嚴重的反思之後 即使沒有被指責或是轉態的風險 我都恐怕需要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決定兩人都投棄權票 多謝主席